這個流感的情況一直處於一個高企的位置 所以我現在宣佈由這個星期六 即是1月26日開始 我們的幼稚園和幼兒中心 會提早開始放農曆新年的假期 這個決定我們覺得有助舒緩 流感在幼稚園和幼兒中心繼續傳播的情況